分享生活中的三甜苦辣 起立三口组上菜咯 I Like Radio 中国人信网 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最热闹的 三口组织女人心事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老师 一位是我们的美食家陶礼君 一位是汪永代代妈咪 两位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永代代妈咪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陶礼君 今天我们想请两位老师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 现在因为这个各个的媒体 平台还有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自己的发声管道 因为现在的网络时代是太发达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 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族群 就可能的不同的意见 所以会变成形成一个 就是相对立的这种角色 经常会引起很多的纷争 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应该更包容的 去看待某些不同意见的声音 尤其是最近马上就要选举了 现在是1月5号 这1月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是不是不同阵营的人 也应该就开始叫嚣了 或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平和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要有风度 而且我们是一个要有礼貌 然后我们要有修养的人 我完全赞成大牌奖的 所以我的朋友当然支持这个 支持那个什么都有 甚至于有些人把孙子的意见也都拉进来 小孙孙就念那个幼稚园 什么这样子 那每一个人的这个都有想法 我是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就多元开放 那你想讲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原则 就你那里面发的一些文 或者是你的一些想法 不要有骂人的字眼 对 我们都念过书 非常清楚什么叫骂人的字眼 那就自己塞一下 那也就是说 你要讲出你的意见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 对吧 或者是说其实你有表达 你的意见的就是这个自由 那别人愿意不愿意看 如果不愿意看就走嘛 对吧 就是别人没有强迫你 但是如果你骂人 这件事情就不太对了 而且现在的骂人真的很奇特 从大人小孩老人小女性 就是各种族情无所不骂 以前我还觉得要敬老尊贤 然后要这个心老让幼 什么类似这种情况 就是可能会觉得 他们是比较就是可能脆弱一点的 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 更多的包容 或者是他真的太小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事情 还在学习摸索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就是国中生画了一个 帝王条款的 就是那个人行道的走路的事情 然后被出征了 就是妈妈也说了 134个字来报 儿子说他现在其实很苦恼 然后不知道会不会被同学霸凌 等等的 李军有看这一条吧 你儿子是不是在学校讲话 也要很小心 很早就看了帝王条款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画 画得真漂亮 真好看 对我看了觉得 我是不知道 因为我看新闻的时候 当然就知道已经是被网红出征了嘛 但是其实我乍看那幅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会形象 我就想说 奇怪我们家的小朋友怎么小的时候没有想到用这个角度画画呢 就是我觉得他画得很好 但是呢 他观察也蛮入围的 对而且非常幽默 极具代表性的幽默 我觉得他那个角度是这样 但是我都不懂说为什么当时之所以上新闻是因为 有网红认为说学校还把这件事情公租 说这个我们的学校有人得奖 他觉得学校校方的处置不当 而且网红还很生气 说这不是你把东西撤掉就可以的 你要说出个理由 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正义之声吗 就他们自己认为我是正义人士对吧 这种也是一种霸凌嘛 我常常会去 后来是他也道歉了啦 那学校又恢复了 其实都能够 因为社会的其他人的声音包括吴若全 都出来写了一篇长文来支持这个孩子 支持他自由的创作 那这个得奖是全国性的美术奖 他就说这是全国性的美术比赛 这么大的美术比赛 你还得奖 为什么这评审老师 本来为什么不能公布 评审老师为什么都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但我就是不解 就是我其实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其实因为我们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比赛 然后就是画漫画有各种的画法 然后怎么样 我觉得从创作的角度 我真不知道他哪里出了 其实我想了很久 我也很想知道说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 我没有觉得那个网红有绝对的错误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他的角度 个人的见解 对 但是因为你这样的发声 因为你是网红 然后你又发声 然后出征 对出征 征讨这个孩子的画作内容 我觉得对孩子 一定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 虽然后来这个孩子 跟孩子妈妈都说 孩子有说 其他我们不要担心啊 反过来安慰大人 他说怎么会持续画画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那也碰到了一个还蛮好的心胸 就心理 那个心理素质很强大的孩子 这要素我的话 我心想想我被骂 我从此以后哪敢再下笔 如果是写文章的人也会很害怕 但我觉得是 从创作角度我是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需要被霸凌 出征或者是慢骂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作品 就是表现他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是给他鼓鼓掌 想给他一千个赞之类的 但是对于其他人有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习惯去用你错了这样的角度来说 因为我觉得这样说他可能 那个网红可能觉得你怎么这样讲 那我只能说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包容 别人这样讲你会很受伤 人家说你错了你会受伤 因为你发表东西 但是相对的你在说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很受伤 对嘛 将心比心 而且刚才李军一直有讲说这个创作 我们支持创作 那他这个创作又不是 因为这个网红出征 他也是有责怪学校 有校方 你想想看 又不是这个学校在评审 是一些专家 这个是全国性 得奖了 多么荣耀 对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 就是我们中广这边写的 观点 你的观点 对 是不是能够接受别人不同的观点 尤其这个是漫画类 漫画最高度的就是幽默 幽默跟比较放大的处理这些事情 对 那个幽默感很重要 所以刚刚李军有讲 因为他的儿子也是很会画的 所以参加这个比赛 那个比赛 这个学生时代 对 所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幅画要画到这样子 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真不容易 我再说一次 如果是他没有得奖 我也会觉得很难过 对 真的 我们再来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 为什么大家现在可以有这么样的这些出口 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制衡的这种机制可以去阻止他去在做这些事情 不管他是对或说之前他是不是都有一个评良的标准 比如说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现在就是网路的免责权是完全 完全是可以就是为所欲为 这就是我们民主国家的一个机制 对不对 网路上面的言论太多了 我们这样讲好了 网路也不过就是这几十年 甚至于是更精确一点 我觉得最红的也不会就是这十几年 那可能法规啊或者等等 并没有那么完善的去聚合 慢慢来 那慢慢来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也要自己去自我能够节制一下 那当然有人会讲说别闹了 现在还自我节制 他们就是抓了一个点要找了个时间赶快 因为人要红很快 几秒钟的事情 那其实也很快就被淘汰 所以他们都要一直保持住被注意的焦点 那没有思考那么多 不过人是会长大的嘛 所以慢慢来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认真在做 但是如果你觉得可能会被受伤会怎么样的话 还是不要太较真 但我觉得其实人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本身对别人对你的评价绝对是有影响 除非你是个笼子 或者除非你神经真的太大条 你可以完全不在意 所以心里会被情绪会被挑起来 我今天别人就说大牌你老了或你很久没有出来了或你什么 我心里都会难过半天 虽然我知道这是事实 但我也不用你讲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在某些的时候是自己来评断一下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我现在已经不穿那个超级迷你短裤了 不漏肩漏背了 我现在已经是进步了 但是我觉得个人的这种想法还是什么东西 但你还是有一个标准 就是你不可以去攻击别人 对 对吧 所以我刚刚讲的最基本的就是 你不要有那个骂人的那些话 甚至于那种脏话都讲出来 或者是写出来 我觉得写更严重的 那是会被留下来的 那当然现在那个声音的影音也都是会被留下来 所以真的是我们自己想一下 你如果有本事的话有能力的话 你就把你的论点 你的观点 你的想法 你要讲的清清楚楚 或者是写的写的写的清清楚楚 我们说真理越辨越明 不然你也不过就是在那里 应该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我们允许更多元的声音产生出来 所以也才会有现在有这么多的政党 你看我印象中以前我小时候 就是两党 最早只有一党 后来有两党 接下来现在已经无数党了 就是我觉得社会在变迁 然后允许我们有更多的自由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但是你在这个自由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相对的包容这件事情会显得很重要 但为什么我们只一直强调说我们要包容呢 为什么其实我们没有收敛一点自己 不要产生对别人的伤害 我觉得这应该是更重要的吧 而且我常常觉得就是这些人 他在伤害了别人以后 然后媒体会报道那个被伤害的人说 他的EQ真好 他真的什么什么 这样回复说完全不痛不痒 但是其实你怎么知道他不伤心 不难过不受伤 所以待会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 言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把刀 而且他泼出去的水就是收不回来了 我们先来听听林俊杰的对的时间点 马上回来 中国流星网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最对回到今天 三口组织女人心事 我们邀请两位老师 陶李俊跟戴妈咪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个社会要包容各种意见 但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么公正公平 或者是说其实完全在 不伤害的情况之下 能够阐述自己的说法跟理念 所以我想刚刚其实我们就就这个小朋友的漫画 我们来说他其实很小嘛 小学对吧 国中生 国中生 然后他妈妈其实比他还担心对吧 是刚开始的时候 对他也会帮忙讲 所以我觉得很快他就知道 其实支持这孩子的 我就说了 其实在创作这个前提之下呢 其实我觉得孩子是无庸置疑的 他其实是应该得到更多的掌声 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 酸民当然很多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眼睛是很雪亮的 就是他也没有跟着这个起舞 那根据这个事件 我觉得因为其实网路上有一句话 其实挺红的 我一直都觉得他写得很好 就是在乌鸦的世界里头 天鹅都是有罪的 所以你知道当你处在某一种环境里头 你的三观不被认同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好人是寂寞的嘛 对应该是这样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坏人呢 就是因为好人太沉默了 对我觉得好人的沉默就给坏人可以做更多事情 一种鼓励 对我觉得这是有时候我们倒回来看这件事情 但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人 我们其实都在告诉别人 我们要谨言慎行 那我觉得有一句话 网路上很红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其实小的时候花了两年的时间学说话 但我们却终其一生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都在学怎么闭嘴 那这就是很标准 就是说其实你会说话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出来的话 写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营养 对很可能是伤害别人 而且你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都还不自觉 还一负很无辜 觉得这是我的错吗 就是你的错 所以现在我想跟两位老师来讨论一下 就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多媒体的平台 那我们有完全自己发生的各种管道 而且你现在会发现 是非这些事情 真的没有一个论断的标准 因为就算你是做了一个负面的评价 但是很多人上来了 然后有的人赞美你 有的人骂你 有的人干什么 但是它就是一个流量 流量就变成是一种肯定 所以它就变成网红或正义魔人 类似这样的部分 那到底真理何在 或者说这个真的就是 拥有了这么多的followers 我们所谓的粉丝 那它就是上帝一般的存在了 它就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大陆很多的时候 它限制某一些的言论自由的时候 它就是怕你会聚重煽动 然后会做一些反政府的事情 但我们现在不是讲到反政府 就是你可能对某些的人士都可能足以就是 大量的声量造成它想不开跳楼 或者是说有各种的霸凌等等 我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这边就有人讲 尤其是有位律师 他就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件事情 漫画的这件事情 它就发生了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他就是说权力不能滥用 那因为这个是帝王条款 那个画画的 他就说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一个互相的 那行人优先是帝王条款 可是权力不得滥用 也是帝王条款 也就是说就单纯这件事情来看 行人当然是行人的这个 走在人行道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是要最被尊重的 可是如果这个行人是 故意在那边慢慢吞 对或者是你滑手机 讲电话还停下来拍照 那这样子是不是让开车的人 也非常的这个焦虑 对其实我就看过 所以互相嘛 对我就看过很多时候的 这个就是你会坐车嘛 然后你会可能搭一些交通工具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整条路就是在等一个 慢慢在看手机过马路的人 然后他有的时候看了一半 他觉得好惊讶 突然之间就停下来了 然后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司机 就说他有看到一个女生 在看手机 然后在马路旁边 但是他就一直等他过 然后这个女的过了十几二十秒 他都没有过 他就一直在看手机 然后车子开过去了 就被检举了 因为这个女生就站在 斑马线的边边 但他没有动 然后就说他在人行道上 所以你是不能开的 你一定要等到他 所以这个就是 车子就卡住了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那个起心动念 你是不是像这个 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 我都觉得那个女生是故意的 我直接的反应是这样 不然怎么会就这么巧 而且还要被检举 那你要直接就站在那边 还停 停那么十几二十秒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有可能哦 但是他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可是他就刚好站在那个位置上 他那个位置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马路上 用手机的那个状况 其实超乎你的想象 那还有对的 对啊 刚才那个例子啊 他那停时机 然后 然后司机去申诉还是被罚 没有办法 他说你就是要让行人 那我就 我就有点这个 这个柯南精神了 我就会去探讨 为什么会刚刚好这样 或者是 那你说那如果是检举 或者什么什么 这些是怎么来的 那当然是那个 那个什么监视器 等等的这一些 好像警察就在后面 旁边 那那个都是 反正那就是无望之灾 因为他真的停下来等他了 而等了有一段时间 那那个女的就是没过 然后他过了以后 然后那女的好像又开始走 还是有没有开始走 我就不知道 反正他就被罚了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知道真相 其实我们都无法 对真的 真相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 但我们现在就是用很片面的 基本上就是片面的状况 来评价 评断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 怎么去包容别人 这件事情显得 其实是非常的typical 就没有那么多 就是因为你 你到底怎么这样包容他呢 我做了什么事情 叫吃包容 就是你 譬如说你言论出言不逊 我到底要不要包容 对 如果你包容了 你就是EQ好 如果你不包容 你就是个烂脾气 就可能会被贴一个标签 是这样 这是二分法了 常常就会看到说 某某人的什么声回答 会就是显示他的EQ很好 某某明星的回答 怎么样 像曾经一阵子 我自己也遇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有亲身经历看别人 譬如说张学友 很多港星来看演唱会 然后就会有台湾的民众 之前是台湾民众就说 哎呀我好不容易买的票进来 对 可是因为你都一直唱广东歌 我也不是这么熟 能不能请你唱几首国语歌 那你会发现 台湾的消费者 听歌的人呢 就是只是会很婉转的去表达 希望 但呢在大陆 他是不是呢 张学友碰到的是 我那个 那个粉丝们就很凶悍说 我好不容易买个票进来 你在这边你就不能唱几首正宠的国语歌曲吗 对 然后只见张学友就微微笑一下 他说好吧 大伙都要学一下各种语言吧 你懂吗 这也是神回答 对对对 神回答 这个事情发生在陈奕迅身上 不是也有一篇相同的报道 对啊 然后陈奕迅就是说 你听不懂就算了 就别听了 对对 好 各式各样不同 所以每个人其实真的 对这种事情的忍耐度 或者是接受度 会有一个不同的标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中国流星网 起立世界三口组织女人心事 今天陶李军和戴妈咪两位老师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其实包容各方面的意见 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吗 我觉得好难 很难 所以刚刚 你们两位刚刚提的例子 觉得非常好 不是 那个张学友和陈奕迅的 他们的那个神回答 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有信心的 有自信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们是要学习 学习什么 让自己的心智强大 你当你自己觉得 你的 比如说他们歌星 他就是香港人 我的母语就不是这个 对对对 他是很有自信 要么你就听 不然你就不要听 就这样 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 可是他不会讲话 讲得很不婉转 但是也直接的表达 从商业的角度 他们的回答 当然都是 比如说张学友回答 他就希望 就是顾及大众的心情 让整个状态 那陈奕迅的 他就是陈奕迅就觉得 如果是我的粉丝 请相挺 我要唱出来的东西 就是类似这样 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尊重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就是 真的不是一定 把它放到很台面上来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都 把尊重这件事情 放到你的心里 而且你会很清楚落实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真的不一定能够改变别人 所以我们常常去讲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只是你自己的观点 没有关系 你就讲 然后对方接不接受 那是他的自由 对 那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 才真的有可能做到包容 如果你总是要把你的价值观 你说出来的东西 对方一定要接受 强加在他身上 然后觉得 他不做到 就对你是大不敬 那包容这件事情 就不可能谈得到 所以就是说 互相 你自己说出来的话 还有你的这个观点 你不能强迫别人要去接受 不行 绝对不可能 你就尽量的 清楚的表达 那对于对方 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我觉得除了是尊重他 还有是真正是尊重自己 因为尊重自己是 你有没有练习 你自己也比较 我刚刚说的强大 你自己能够有自信 那也包括 你的自信还要包括 你真的能够接受别人 不接受你的意见 这个是相对的 另外一点 我觉得其实就是家庭教育 还有修养的问题了 其实因为 这个是一个社会性 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 社会就本来包含着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个体 然后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脑子 出来的东西 是绝对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三个人感情很好 但是你的脑子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脑子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到目前还是没有科技 可以去探索说 你知道 就算我想尊重你 然后我不能了解你 完全在脑子里 在想什么 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能判断的 就像你可能 你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回家 然后他有一些 他的习惯 跟你的习惯 不同的方式 你的儿子成长的过程 跟他的也不一样 那你要用一种什么方式 来对媳妇呢 对不对 那也有些人就说 你进了我家门 就听我的事 那有人就说 反正你是老外 你就随便吧 但是这些多多少少 都会造成一个 就是没有一个方向 会混乱 对吧 特别是你要从另外一个 你知道 譬如说就像娶媳妇 你今天要迎一个媳妇进来 你有没有想过 对方也是从别人的家 人家的掌上明珠 对 然后嫁到你家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立场不同 产生的结果绝对是不同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强调说 我们要换位思考啊 不是现在很常 将心比心不讲了 我们换位思考 就是请你把你的位置让出来 然后去做到对方的位置 你就会觉得 他的一切都是合理可以接受的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你能不能想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其实除了你的想法之外 还存在另外一种想法 另外一种声音 可不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就可能比较有机会 接受别人跟你不同的思维 不然你只会觉得说 这不是应该的吗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一个应该的 没有理所当然这种事情 像我们在带这个 算是心理学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时候 对我们就真的放两张椅子 就换位思考 你换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比如说正方反方 对你是妈妈 那另外一张椅子就是孩子 那然后对调的时候 你不能讲错话 你要讲的是 你坐孩子的那个椅子上 你就要讲的是孩子的话 那有些妈妈就完全没有办法 调过来 就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刚才李军有讲换位思考 也是我们以前一直会强调的 这是很好的方法 在家里就摆两个凳子 要吵架的时候就你坐过来我这里 我坐过来你这里 夫妻也是 因为什么的关系你说是相对 但是相对不是对立 我觉得这个观念 如果搞清楚的话 很好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上面 都会比较有进步 我说一个有趣的例子 其实我很喜欢有一家美容院 就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老板娘 一开始我喜欢到那边做头发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老板娘的手艺很好 然后人也很积极 然后每次我跟她说 可不可以早一点 因为我可能有什么事情 她就说好 急进所能配合你 但后来我渐渐发现 她的积极也表现在 我只要一坐上她的这个椅子 她就开始会跟我宣布 你要不要买护发 然后头皮 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 然后我这边有更好的头发精品 洗发精也很好 什么都好 但没有一个不好的 然后只要你跟她问说 那我自己手上有什么东西 她就开始说 我觉得这个不够好 就是你自己带来都不够好 用她的 但我觉得也真的 我跟你讲 我一开始 每次去我都很想骂人 但是我后来这几年 我觉得真的是 事情多了也教会你 我觉得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我觉得她就是很积极啊 她如果换腾 她有这个工作压力 她想要有一些比较业绩嘛 对我觉得 因为以前我一坐下来 听到她跟我讲这个 我真的头皮很发麻 然后我脸色就很难看 然后我下句话就是一直 我说我今天很忙的 我要用手机上很多事情 对对对 你可以不要先跟我不要讲嘛 但我这几年就觉得 好没关系 我们那你的心子听听看 我看看能不能从 她的这个话里头 听出一些是我需要的 能够帮助我自己的 因为我觉得 我不想跟她对立 我也不希望说 让我觉得产生这么不愉快的心情 我觉得所以改变自己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我觉得我改变她很难 叫她不要跟我朋友 可能这件事情做不到的 她只会很难过 就是你看她 每次看到你就想说 但是她又怕你又收回去 然后她每次问你说 陶小姐你今天要挤 有多少时间 她讲多了 如果不是你这种 就是你愿意换位思考的人 下次她就不来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就遇过我介绍我朋友 她就是不去 她说我没有办法 她真的很爱朋友 对我觉得我好压迫 我怎么样 我说可是你不觉得 她很会吹头发吗 你不觉得她的保养 手艺很好 她说是 可是你知道就是 有些人是没办法 一坐上去你讲这么多 她不想听嘛 尤其是你不觉得 你在喜欢的时候 你其实很想滑滑手机 看看那个听听不同的东西 像你坐进程车 有些人就喜欢跟你聊天 对不对 然后他要把你自己 讲成他的那一派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 但是我觉得 我后来发现 我愿意用这种角度去 我自己给我自己 很棒的评价 我觉得我果然是休养 有好一点 有些人 因为我以前真的 我刚才我脸色真的很难看 然后我还会跟他们家妹妹说 你来帮我洗就好了 就是我觉得 老板娘不要进来 不要靠近我 而且我还会这样 对她只要那个 我就说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你要不要请 那个谁过来 我觉得她帮我弄就可以 老板娘你可以帮别人弄 这样子 对 但是你也知道 你这种做法 就是 我觉得老板娘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但我后来觉得 我真的是用了一到两年的时间 去调整我自己 我愿意觉得 她真的就是很认真的 很在乎她的工作 你买了多少保养品 好我们也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聊 中科雷星王 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 三口组织女人心事 时间好快 又到最后一段了 我们请两位老师 跟我们来聊一聊 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 一个群体当中 因为人是不可能 独自生活 除非就是 你真的被丢到深山 被丢到荒岛 你是没有办法的 要不然你是 一定是有个群居的 不管是工作也好 家人也好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个 更大一点的方向 比如说最近选举了 我就最近看到一个 黄伟翰 他是一个评论家 然后他就说 他的粉丝在他的留言上面说 现在大家都在封杀阿伯 希望就是像你这样的 有良心 然后愿意给他 一些说话的这个部分 请你支持阿伯 然后黄伟翰就立即的说 抱歉 我是磕黑 他就说 我不能挺他 那个阿伯下台 但是他就跟他讲说 我谢谢你用这个理智的方法 来听我说 可是就每一个族群 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他会有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可以听你这样讲 但我不会骂你 但别人听我这样讲 他也不要骂我 因为你有各自各自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蛮健康的 一种态度 对吧 而且后来 这个粉丝就回覆 说你好样的 你装也不装了 对不对 你诚实的做你自己 就这样 我觉得也挺好的 这个也是好来好往 你表達你的我表達我的 別人的那個就是臉書的頁面上 或者是你去跟別人說這件事情 他也許就是你在不知道 別人是不是跟你統一陣線的時候 其實也不要太唐突對吧 我覺得人際關係是一面鏡子 就是你他讓我們去看到別人 但他同時也映照了我們自己 所以我覺得人際應對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一直覺得你就是很不喜歡 那個狀態 我現在是這樣子 我不喜歡那個狀態 我就我把他收下來 然後也告訴我自己 我以後不要做這個樣子 這樣就好了 以前可能我還就是有一種 那個正義的魔人 就是說會跟他講 但我這幾年覺得 我應該修養好一點 就是我只要告訴我自己 那樣的狀態我可能不喜歡 那我不要在我身上 映照這個東西就好了 至於他是不是一直要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是他的事情 因為他不是我兒子 我管不了 但是兒子也不能管 因為你知道你人際就是一個相互的關心 跟相互的彼此尊重的狀態 如果你只是想要用你的角度強加在他身上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會處得並不愉快 所以有人會想要跟你相處 所以但媽咪也認為就是說其實我們只要有一些正方面的能量 然後是可以影響別人的 對吧就是你至少用一個有禮貌的態度去跟他溝通 我覺得人就和人是相應的 對我和你好像是同一個比較這個同一個頻道 那個磁場相近的 我們有一句話 麻煩人找麻煩事 是什麼意思呢 你就自己很喜歡八卦 你也喜歡找一些有的沒有的這些大小麻煩事 其實你比如說你喜歡聽人家講 真的 是嗎 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就會相應這樣子的人 就會很多的這些八卦 這些麻煩的事 那政治 現在大家多少都會難免會碰到 會要談這樣的事 那如果說跟你不相應的 就不必去跟他硬啊 不用 對不對 那你也不可能去改變他 所以剛剛李君自己舉一個那個洗頭髮的那個例子 我真是這兩三年我學到 是啊 你這樣子也練了兩三年 我自己覺得我很不容易 你也好不容易 我真的覺得我好不容易 我一定也是那個聽幾次就會跑的那種 但是我就是覺得 對我其實這件事情 然後我真的是走在路上 看到一個小女生 一直用這個 她應該是在視訊 但她走在路上 然後呢 她的臉部表情很多 嗯 然後我就一路跟著她 我突然覺得 真的很有趣 但是我覺得 觀察別人 對 但我覺得應該是 她這樣有一點真的 就是旁邊的都視若無睹 你講 我其實是覺得 我就是我自己 我其實覺得她這樣很危險 我其實是很想跟她說 你想要做什麼表情都沒問題 但我因為我覺得她其實走在大馬路上 是相對的危險 所以我覺得 有雙條款 對 會保護她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跟我們分享一些 不同的這些看法跟這個角度 我想我們其實 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修為 就是你自己其實有了一些 這個就比較好的方式之後 別人應該也不會來踩你的底線 互相尊重 這絕對必要的 那我們來聽聽張惠妹的 都對 也都錯 四點收穫全主持的 沒事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I like I like radio